謝謝主席,我們請觀光局謝局長,部長休息一下,下半場再上來 請謝局長 局長,官委員好 我們發展國際觀光,你們是不遺餘力了 但是需要好的政策,跟好的方向,好的執行 國際光點計畫,整個你要花五億多,對不對? 是 他要發展的就是國際的深度旅遊 是,我們這個 重點所在什麼目標? 呃,我想基本上我們是分成這個 東部,北部,南部,中部,還有離島 來,目標,要推動的目標 要找出具有國際級,這是你們的計畫書 是 要找出具有國際級獨特性 長期,定點定時每日展演,可吸引國際旅客之產品 好 是的 供旅行社包裝,或交由交通部觀光局辦理國際宣傳推廣 好,國際獨特,長期,定點定時,每日展演,可以吸引國際旅客的產品 好,每日展演,你們預期呢,可以吸引國際旅客的產品 要把它形塑為國際聚焦的亮點,希望每半年至少吸引一千名國際旅客 每半年一千名,一年兩千名,然後總共五年加起來要花五億 好,沒關係,做得成功,我們希望它永續經營,成不成功 好,國際旅客背包客自由行,它最能夠了解我們國際觀光景點的兩個界面 一個是旅行社,一個是網站,對不對 是的 好,我們來看看,這是北區光點網站英文頁面 點選進去,活動還停留在2010年呢 這國際背包客看了,能去幹嘛 好,大安區的活動,停留在2010年 北投區的活動,一片空白 大稻城的活動,一片空白 它的活動網頁,北區國際光點,過去活動紀錄的網頁 全部都是國內參與者,都是國內人士,沒有國際旅遊 再看看台中光點,中部光點 進去,全部都是國內旅客,沒有國際旅客的活動紀錄 台東光點,台東有四個光點 一個是台東光點,一個是港口光點,一個是池上光點 一個是花蓮光點 四個光點,只有台東光點的鐵花村 網頁上找得到活動紀錄 然後,活動紀錄呢,國內旅遊客 而,南區光點,全部只有台南 我們高高屏全部沒有 景點,我們高雄的博二,我們高雄的愛河 看不在眼裡,全部只有台南 都是台南現有的古蹟 然後呢,已經多久了 旅遊達人還在睡覺 你們弄了一個旅遊達人,他們弄了一個旅遊達人在這裡 達人旅遊中敬請期待 旅遊達人要帶你去旅遊的 敬請期待 還在睡覺 好,這個怎麼發展國際自由行 怎麼發展國際背包客的旅遊 現在整個看起來,能夠達到你的目標 有定期定時展演的 只有鐵花村一個點 而鐵花村有沒有國際旅客 少之又少 其他的全部完全找不到 我們在網頁上點選 我點選不到什麼 點選不到你的時間表 我要來台灣旅行,我要及早規劃 我需要你的時間表 我需要你的行事力 沒有行事力 沒有表演活動的預告 沒有什麼 沒有每日定期展演的這個節目表 也沒有什麼活動的影像 活動的影像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花了多少錢知道嗎 我們剛剛講兩個界面 一個界面呢 是網路的界面 一個界面是旅行社的界面 所有的每一個光點 全部零旅行社的連結 跟國內的旅遊產業 零連結 零接軌 完全看不到跟旅行業界 那旅行業界 在你們的政策檢討講什麼話 講說完全不知道 國際光點是什麼 完全不知道什麼是國際觀點 旅行業全面無人知曉 觀光局 甄選出的計劃光點是什麼 國際光點計劃 該如何的配合 上開國際光點計劃 完全不知道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現在國際光點 比較成熟 而是東部光點 跟這個北區的光點 對 沒有啦 北區光點我剛剛看了嗎 那北區的光點 你知道嗎 他在台北市的駐點 有時候很晚開門 進去的時候 告訴大家說 我們只接受國際的觀光課 然後國際觀光課 一天能夠來幾個 然後就是幾個咖啡 咖啡座椅 提供一些導覽資訊 現在幾乎全面下去做的 都是導覽員的訓練 跟導覽資訊折業的提供 然後辦一些活動 都是國內旅遊業者來參加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蛤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比較成熟的 我舉個例子 像是這個台東這個鐵花村 對 鐵花村沒有國際遊客 為什麼 我想國際遊客 這個這個 我們會把實際的數字 來提供給委員 你知不知道 台東這個鐵花村這個點 你們給這個基金會呢 總共要求他經營四個點 只有鐵花村經營起來 其他的點連在地人都不知道 然後呢 三年 一年給他一千五百萬 三年總共四千五百萬 每一個點喔 北區光點 本席剛剛告訴你的 全部都空白夜一堆的北區光點 一年九百五十萬 一年九百八十萬 兩年下來也將近兩千萬 中區的光點 連續兩年 一年各一千五百萬給他做 南區的光點第一次做一千兩百四十四萬 東區最多三年下來總共給他四千五百萬 不分區的光點是工研院在做 你知道誰才標得到你的國際光點 你的北區是寒良路 名人他的南村落有限公司標到 你的中區是以過世的溫氏人他的基金會標到 財團法人看見台灣基金會 你的南區是高玉仁先生的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標到 他裡面一堆都是打官 他裡面一堆都是達官險要 高英茂高斯伯 高英茂不在了 黃敏公包括現在黃敏公都裡面的董事 然後東區的光點呢 是一個叫做柯文昌先生 但是主要是蒋勳 英允彭徐露等等這些名人 背後應該是 嚴長壽生先生的班底 他們標到 全部台北觀點 北中南東全國不分區百分之百 是台北的基金會 達官險要才能標到這個計畫 在地團隊總共三十幾個在地團隊呢 沒有一個標到 跟委員報告 像譬如說高雄市的部分 目前還沒有一個機構來提出申請 因為還沒有提出申請 高雄市有啦 你們初選入選了 然後呢 復選的時候 他們裡面有一個叫做柏二 然後評審委員說柏二是什麼不知道 最後復選沒有過 所以你在這裡說謊 不然就是你無知 高雄市有團隊來參加 我沒有在替高雄市講話 我想我們會鼓勵高雄的團隊進行來參與 本期要講的是你整體的經營其實是錯誤的策略 你找的這些基金會 從來就不是在國內跟國際 觀光產業網絡裡面的機構 從來就不是勉強徐露可以說是 可是徐露適合華山啊 你把它丟到台東去弄鐵花村 這是不對的 你找的都不是在這個旅遊產業裡面網絡 所以他跟旅行社絕對不可能連結 他跟在地的連結也沒有辦法發展出自主經營 其實跟管委員報告 鐵花村的這個經營是非常的成功 局長 是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是專門做兩岸的嘛 看見台灣基金會從來在旅遊產業裡面 也不是他熟悉的嘛 鐵花村其實主要因為你借重徐露的長才 你把它丟到那裡去嘛 然後他有非常多的資源 因為一年一千五百萬 三年四千五百萬嘛 他不成功不行啊 但是國際旅遊卻不是他的重點嘛 在地非常喜歡 我支持你們去活絡地方 但是本席現在在講的是 你發展國際旅遊是沒有方向的 你根本連最最基礎的思考都錯的 你為什麼不是去發展在地的永續產業 跟在地的政府合作 然後由中央給予資源的支持 為什麼不是這樣 不是嘛 事實上我們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全部都是八關險要的台北的基金會 跟台北的公司嘛 像鐵花生那個香港跟公安牙旅客就很喜歡 就是本席剛剛講的這種結果嘛 你到底聽不聽得進去 部長你請上 聽不聽得進去啦 來本席讓你們看一下 本席每一次出國旅行 難免都要舉一些例子 不是媚外啦 實在是不得已 你看看 去韓國才一天 因為去當丈母娘 才一天 我體驗到的五個配套 第一個配套 全面韓國的計程車 在計程車上全部提供多語言的服務 計程車全部上面呢 都有一支電話 那一支電話 當你是日本人來 當你是中國人來 當你是英國人來的時候呢 講不通 計程車司機馬上播放去翻譯中心 馬上呢跟乘客溝通 好全國計程車多語言 這個才叫做無縫隙觀光 第二個主要觀光景點 你去人事洞也好 你去山清洞也好 你去任何一個觀光景點 全面提供 訓練有數年輕人 穿制服的行動資訊中心 上面掛一個牌子 日本語英格里許 中國話 全面在觀光景點 即時行動式的立即的多語言翻譯 去服務顧客 跟服務業者 好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你還看到什麼 第三個你還看到 你一下機場就免費的明信片 提供給你寫信回家 第四個 你看到他們的交通動線 他們的鐵路動線 已經發展到無票證 這真的是無縫暢通無阻 你看看地上 We trust you 我們信任你 他連票都不用 他沒有check in 系統 連票都不必有 你就在網路上訂票 我從英國訂票 我從美國訂票 我從台灣訂票 訂他們的高鐵的票的時候 他就回你一個簡訊說 好幾月幾號哪一班 哪一個座位給你 你就暢通無阻了 沒有人跟你檢驗票證 你也不必再去拿票證 你就坐到你的位置上 然後全部都是 We trust you 的通道 暢行無阻 其實部長 本席在這裡要講的是 假設我五億 國際光點計劃五億 我全面去發展台灣的計程車 時機納入觀光體系 其實自由行 背包客 用最多的是計程車 計程車太舊換新 我一直講的 計程車太舊換新 計程車全面協助他們發展 即席翻譯電子系統 好 要不要五億 全國五億可以做到 做到什麼地步 可以做很多 比這個國際光點 把資源分配給這一些 本身就應該要去做公益的基金會 溫世仁先生 他的基金會 自己本身就有錢 就可以來做的事情 你還叫他來分享 這個數千萬的資源 叫他去做他不嫌熟的工作 要來發展整個國際觀光 沒有必要這樣做 部長你的方向 你的策略 你的短期目標 中堂期目標在哪裡要出來 像這樣下去 你每一個計劃都下去以後 就隨著他 競爭型計劃 隨著他去做他自己能做的事 然後國家整體的政策沒出來 現在夜市文化已經變成 我們觀光的一個重點了 可是台灣的夜市要怎樣 讓觀光客來以後回去的時候 是愉快的心情 還想再來 來台灣逛夜市 跟去這個新加坡 逛他的百貨街 去這個這個三清洞 逛他的這個商店街 那個體驗 要怎樣具有競爭力 整體的政策要出來好不好 這五億這樣花 我們是看不下去的 你唯一能拿出來的 就是鐵花村一個樣板 而鐵花村一個樣板而已 怎麼發展國際觀光 那條線怎麼拉得起來 你鐵花村跟旅行業者的連結 是多少 要不到你們的國際 國際遊客的數字 要不到 要不到重遊率 都要不到 好不好 整體台灣的重遊率大概有三成 你的這個國際光點的重遊率 這個錢 不要在達官險要的基金會裡面 這樣子讓他們去使用 而是一個有成績 有方向 有一個全面性 政策目標 下去做的國際光點 好不好 對啦 這個事情的推動 會有它的階段性 委員剛剛提的意見 都很有啟發性 謝謝 所以剛才管管管管委員所提出的韓國這些觀光設施 我們都可以來文化 很簡單都可以做 還有一個 他們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觀光景點 包括機場 都讓你免費體驗韓國文化 弄一塊很漂亮的木板 讓你在上面彩繪 免費的 你去人事洞 你也可以彩繪 你去三星洞 也可以彩繪 你在機場也可以彩繪以後 拿回家還可以當紀念品 這樣的一個全面導入文創的觀光 以及全面真的是無縫系交通 跟無縫系溝通的觀光 你如果長期的去做 國際觀光點的計畫 如果是做這種事情 長期的去做 把它接軌起來 那個才是台灣的未來 對這種發展都有階段性的 謝謝